日本單日新增確診 破7萬 天天創新高 這波疫情多為群聚感染 比上週多兩倍 包括教育到兒福等機構 現在官方將5到11歲兒童接種 納入公費施打 WTO裁定中國大陸每年可對總價 6億4千5百萬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 課徵補貼性關稅 最快2月實施 美國同時推出新法案 推動高科技研究製造 強化美國對大陸競爭力 時隔6年蘋果再度熔登 大陸手機銷售冠軍寶座 iPhone 13強勁銷售帶動 蘋果財報預期亮眼 而5G網路需求智慧雲端服務提振 Ericsson微軟財報都優於預期 俄羅斯持續在北極軍演 白俄羅斯讓俄軍進駐 美國則考慮將15000部隊 送到烏克蘭周邊的匈牙利 保加利亞等國 俄烏法德舉行四方會談 仍無突破發展 阿富汗名聲凋敝 戶邊一群人幾乎都有賣勝經驗 但如今功過於求 很多人被迫轉而賣小孩 換取溫飽 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頭條來看的是美國的財經訊息 美國聯準會釋出了升息的訊號 雖然已經是各界預期了 不過今天雅股跟隨美股跌勢 全面收黑 其中日本股市在科技類股的領跌之下 收在14個月的低點 南韓股市也重挫3.5% 最近是美國的財報週 科技產業的財報倒是相當亮眼 美國超級財報週節目我們看到了 包括微軟和特斯拉相繼發布亮眼的財報 緊接著是蘋果的財報將在今天公布 受到iPhone在全世界熱銷 市場普遍認為 那麼iPhone的財報出來了以後 會帶動蘋果整體的營收優於預期 那麼財報亮眼 科技類股紛紛上調全年的猜測 各家都有一個相同的隱憂 那就是其實他們的供應鏈問題 不管從電動車 或者是到各種3C產品都遲遲 沒有辦法解決 全球經濟當然是受到疫情的攪動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就是來自於疫情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 亞洲疫情 今天繼續關注韓國和日本 那麼台灣現在在Omicron擴散的期間 要特別關注另外這兩個國家的做法 日本第六波的疫情又到了高峰 星期三單日的染疫人數超過了7萬人 日本官方統計群聚感染寫下了新高 也就是群染爆發 最近一周全日本至少發生883件 比上個星期暴增了兩倍 最嚴重的是在教育機構群染 其次是兒福設施 日本下秀了疫苗接種年齡了 在日本從5歲到11歲都納入了公費施打 另外日本高齡人口染疫的確診案件 快速累積當中而容易重症化的高齡確診群 再次成為日本現在的醫療負擔 好接下來關注WTO一個重要的裁定 使得中美貿易跟科技摩擦會再起佔端 周三WTO針對中美兩國拉鋸長達10年的 太陽能反補貼稅的糾紛有輕一波的裁決 WPO批准了中國每年可以針對總值 超過6億的美國商品課徵補貼關稅 美方當然會跳腳 而且這個裁定美方不可以再上訴了 同時間美國基於對中國的科技產業競爭 眾院提出了2022年美國競爭法草案 將為美國的半導體跟供應鏈 提供將近1000億美金的資金挹注 美國就是要確保半導體技術的領先 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 類似的法案 參議院在去年也通過了一個版本 相關法案很快都會提交給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立法 這會使得中美的競爭再度加溫 一起關注塔利班政權下的阿富汗 人道危機 再加上冬天的零下溫度 阿富汗很多民眾是全家餓肚子 幾個月前 當地風行賣肾換現金 但是只能夠緩解一時 錢花完了之後 賣肾的為人父母別無選擇 下一步就是賣孩子 面對盡頭 他們心痛的說 誰都不願意賣青骨肉 但是如果不賣孩子 全家會一起死 賣掉之後 孩子才有機會活下去 廣告之後 關於亞洲疫情 我們要看的是跟我們一樣 要過農曆年的南韓 過年倒數季日 而南韓呢 預估這一波春節的各種各樣的人流 大概會超過2000萬人在移動 南韓的做法呢 是廣設 不管是在車站 轉運站 或者是休息站 廣設 快篩站 那麼希望呢 南韓的民眾能夠隨時替自己把關 在移動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隨時檢測自己現在 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確診了 我們看一下南韓的做法 待會馬上回來 一會來繼續focus 來看美國政情 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的大法官布瑞爾 要退休了 九席大法官空出一席 美國總統拜登 心急的想宣布 繼任提名人選 要趕在11月其中選舉之前 火速在參議院通過任命 也免夜長夢多 以防呢 選後萬一共和黨奪回參院的話 這個大法官任命案是會申辯的 拜登要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將提名第一個非裔女性 擔任大法官 最高法院呢 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 大法官的比率是6比3 那麼那一位退休之後 這個態勢呢 目前為止還是維持不變 這是美國政情 目前相當聚焦的話題 好 查播一個畫面 蠻有意思的 哥倫比亞這個小鎮 打造了一座顛倒屋 裡面是床鋪梳妝台 盥洗設備 全部上下顛倒 放在天花板上 這個顛倒屋 在南美洲非常少見 很多人趁防疫解封之後 專程到顛倒屋去 在裡面呢 可以稍微放鬆心情 開心一下 兩二三地 華人社會通過農曆新年 中國現在本土疫情 沒有退燒 最近的一天 單日新增 本土確診是25人 因此每一個省 都鼓勵就地過年 北京呢 由於很多人 響應就地過年 不返鄉了 北京郊區的飯店 預定爆滿 足足多了三倍 上海的商場 因為流程的人非常多 因此這幾天 趕緊加量備貨 那麼選擇看電影的人 多了中國大陸的春節黨旗 初一就會有八部片子 同時上檔 目前預售票房 已經穩破人民幣1億元 同時要過農曆年的是南韓 南韓的疫情已經在失控的邊緣 Omicron的變種掀起了第五波大流行 在南韓的星期三 增破了14000例 三天都刷新記錄 跟日本一樣 南韓是散發性的群聚感染 大爆發 它一路從大首爾區 燒向了非首都區 那麼南韓防疫的第一線 保健福祉部裡面也有31個人確診 南韓現在預估春節的移動人流 大概有2800萬這麼多 那麼根據南韓的疾管廳預測到了2月底 南韓單日有可能飆破12萬例 一樣拜託就地過年 另外祭出了特別交管 南韓會派無人機監控國道車流 另外在轉運站休息站 廣設快篩點 持續不斷把關 來看河南出現離譜的警察 要民眾在他執法的時候 用微信炒他自己身上的QR Code 繳罰款 讓人質疑這種罰款法很容易把錢私吞 好來繼續的Focus 歐戰邊緣的烏克蘭邊境 那裡戰民密布 現在俄羅斯不只在烏克蘭北邊的白俄羅斯 也在黑海和北極進行軍演 因為美國考慮派遣部隊前進東歐 但是他不會放在烏克蘭邊境 他會部署在也屬於第一線的匈牙利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三國 俄羅斯提出要求烏克蘭永遠不能加入北約 美國和北約郡聚莫斯科揚言 這個要求得不到回應 就會採取報復行動 倒數忌日準備過春節了 那麼明天呢還有一天 那麼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 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Focus全球 Focus全球